春分,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别忘了,春分要吃春菜 那么春菜包括什么呢? 一般就是指香榛芽、锅菜、豆芽、韭菜等 今儿呢,就用春天的头茶韭菜做一道超下饭的家常菜 咱们先准备适量的里脊肉 切片后,再将它切成均匀的丝 全部切好,先放入一个碗中 接下来,准备少许生姜 先将它切成片,接着再切成均匀的丝 做这道菜,适当的加一些姜丝 味道会变得更好 切好后,和肉丝放在一起 接下来,给肉丝满一下味 里面加入适量的料酒、酱油 少许老抽,调一下颜色 再撒上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少来一点点盐,入个底味 接着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腌制15分钟 洗净后的韭菜,最好放在一边 把水分控得干干的 这样咱们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汤了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把锅转起来,润一下 防止炒肉丝粘连 油热,下入肉丝 快速的把肉丝炒散 炒到肉丝将要发白的时候 下入干椒丝 把肉丝翻炒至发白 切记不要给它炒老了 炒好后把所有的韭菜熬进来 咱们始终开大火翻炒 简单的将它们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适量盐 再来一点点白糖 有些朋友呢,一吃韭菜就会烧心 加入白糖后就会好很多了 朋友们,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您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韭菜一变散,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个季节是韭菜最鲜嫩的时候 和肉丝搭配起来就是一道下饭菜 春分到了,你喜欢吃什么菜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鸡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